巴西世界杯临近了 近日韩国队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了世界杯前的时差适应的训练 在出发之前 23名球员以及主帅洪明普在韩国仁川机场是集体亮了相 这次韩国队的洪明普号的最大特点 就是以海外派为主 在23人的大名单当中 在海外踢球的球员就有17人 洪明普号的另一大特点是球员年龄小 以出征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球员为主 在23人的名单中 仅有郭泰军一人为30岁以上的球员 其他22位球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下 我们现在不足的点和价钱都好整理 那么一段时间都好准备 现在我们在台湾的大产民国 再一次希望的不知 我们为了最终的努力 此前南韩媒体认为 洪明普号最大的不足之处 在于前锋临门一角能力欠缺 把握进球得分的能力不足 另外如何能够将17名之多的海归球员 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融合 也是洪明普主帅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对于韩国队来说 巴西世界杯可能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同一小组中欧洲红膜比例时 加上俄罗斯队 这样的小组赛能否出现都尚未可知 听下卫视编辑报道 也不要